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 这个Granfa是干啥的 它是不是就想看这里边的数据了 因为这里边的数据你搁这你看啊 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到 是不是点这个就看到了呀 但是你要看啊 这里边的数据你这样看它是啥 你是不是也看不明白啊 那么我们说了这里边这么多 我们关注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内存呀 但是现在这个内存这个样子 你它具体啥呀 你是不是也看不听啊 所以说我们呀 接下来要添加一个仪表盘 来看看这个数据啊 也就是你看啊 这个地方添加这个数据 我们刚才所有的步骤也都有了 这里边上面写三个 下面也是这三个 接下来这多了个这 你要添加这个仪表盘了啊 那么你可以在这点着 点这个四个格子这个 这个就是仪表盘的意思 就点它 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直接去 点这个 点这个 点一个添加 就是 咱们这上面也有 你点完这个之后 就直接去 点这个对吧 点完之后就弹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弹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一般情况下啊 我们看的都是这个走势图 就说白了 你直接去选这个就行了 好了 它就出来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 现在啊 你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这只是给你出来一个模板 是不是根本跟你的这个哪个服务啊 什么什么都没关联啊 现在的话你要点这个 点这个 对它进行怎么着 编辑 那么这个编辑就是要对你这里边的信息 进行一个真正的关联 你要看哪个数据 就关联哪个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界面 你呢首先可以给它起个名称 你这个名称是不是不好看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给 给它给它起个名称 你比如说你就改成这个 十四方 或者这样基础微服务 基础微服务监控 内存监控吧 内存监控 随便写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监控的 是不是十四方基础微服务呀 好了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是起个名称 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 你就不起也行 但是你 你不起前提条件 你要能分得清 这是不是哪一个呀 你别多了 你分不清了 接下来点这个啊 主要就是它 主要就是它 那么这里边的话 就是我们要去 写这个SQL语句了 当然它这不叫SQL语句啊 你看它是不是选这个database 是吧 那么你刚才是不是贴了一个database 在这个地方 就找到你贴那个database 叫啥 是不是 你填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啊 InflowDB 那么你填的这个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写条SQL语句 但是这个我们说了 它不叫SQL语句 就是它这里边的语句 但是你也不用写啊 它这里边是不是 给你已经做好 类似模板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们可以点这个 我们说我们要监控的 是不是内存呀 那内存 我觉得 拉不下来 哪 这个是不是内存呀 所以说你要写这个 它这个就是 查这个 它目前你要这样来写 它是不是所有的内存 你看这个地方图是不是就变了呀 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 整个服务器的内存 但是我们不能监控整个服务器 我们监控的指示谁 指示base 所以说你要在这写一个why why我们呢 可以写content name content是不是容器的意思呀 content 那么这个内存等于啥呢 你可以在这地方搜base 诶 我们那个 就叫base 不不 这不能再签了 呃 我们 我这样啊 我搜一下这 tens 我们是不是应该搜这个 刚才那个base不是啊 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是咱们要的 搜这个啊 那行吧 那就把这个拿过来啊 它这里边后面给你生成的是不是有一个这个ID 你看 这个走势图是不是又变了 也就是刚才你监控的是所有的 现在是不是只监控了谁 base 就这意思 它跟内存 就是这样一个图 那么其余的你都不用动啊 其余的这些东西 后面的全都在设置变量 待会我们会过来编辑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alert 说白了 这是一个预警啊 预警 那么你只用呃 弄完这两个之后 接下来这就可以了 这编辑就已经成功了 就可以点这个 save 那你这个 你可以起个名称呗 起个这个就叫 十次方 十次方 这个基础微服务 内存 监控 好了 直接save 那么save完之后 你看刚才我们创建出来 那个 呃 就是我们在这啊 是不是点这个 点它 是不是创建出来一个东西啊 但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就说 它只是给了模板 是不是不能用啊 我们是不是要让它去连哪一个数据 够具体查哪一个 现在这是不是都已经 都已经搞定了 所以说以后你再来看的话 这里边我们要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 基础微服 save要进去 啊 它里边 啥意思 刚才我们是不是又 又开了一个新的 它就认为我们刚才那个 是不是也要保存啊 但是那个我们是不是不想要啊 我们就用这一个 可以吧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选 它是不是也能找着啊 这个就是我们新的 就是我们这个 是不是才是有用的 这个信息啊 刚才那个是没用的啊 它目前这个监控的 就是我们这里边 这个基础微服的内存 它就在监控它啊 当然现在的没有人访问啊 它可能一直差不多就 大概就这么个样子啊 好了 那么 现在这个我们就搞定了 搞定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还会再做一个 自动扩容缩容